5月26日,农历4月初八,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祭祀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。 中国汉传、南传、藏传三大语系佛教界代表人士,柬埔寨、哈萨克斯坦、韩国、缅甸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乌兹别克斯坦、越南等国驻华使节等,与佛教信众共庆佛诞。 在广祭祀大雄殿内安放的释迦牟尼太子像前,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远爵与副会长帕松烈龙庄梦、胡雪峰带领三大语系佛教法师共同诵经。 御佛仪式上,祝华使节及与余会嘉宾摇起进水灌木释迦牟尼太子像,远爵致辞时提到,近期热带气旋木茶致使缅甸多地受灾严重,已造成140余人死亡。 中国佛教界迅速行动,捐款100万元人民币,在佛陀慈光加倍下,中缅佛教法仪不断巩固发展。 中国佛教界得知后,感同身受,心急如焚,迅速行动,夺方呼吁。 夏日北京广基市,明光市,上海静岸市,辞职宏法社,慈善基金会等,共计卷证,赛快100万元人民币。 通过面币祝法大使馆,卷登给面币佛教界,由于正正和贼后充建,中缅两国散水相连。 两国人民逃过情依身后,中缅佛教传众法语,远远流畅。 在佛陀慈光加倍下,中缅佛教法语,不断巩固发展。 言决说,我们愿与全世界法门兄弟和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一道,增进和加强中外人民友好往来。 我们愿与全世界法门兄弟和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一道, 学手努力,合作共识,镇静和加强中外人民友好往来。 推动不同文明,和谐交流互建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气, 建设持久和平,普遍安全,共同繁荣,开放包容,清洁美丽的世界,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当天,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出一封贺信, 向佛教界的朋友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 佛诞节又名誉佛节,是全球佛教徒共同庆祝的节日。 佛教各大语系、宗派都有庆祝佛诞节的传统。 中国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诞辰日。